好,我们这一刻开始根据这个角色上半身制作完成之后 作为一个基础,然后我们继续添加我们角色的手部 然后跟腿部,脚部,还有跨部的一些配饰 这样一些部位的一些逐渐推进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们先给角色加上一个手 手的话其实是比较难雕刻的 然后先在新建Mesh里面进建一个叫UVSphere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给它加上 原本是32,我们可以加到128 然后竖条的话可以加到64 这样的话我们有足够的面去雕刻我们这样一个手部 然后可以把手部摆到个比较正确的位置 然后放大缩小 然后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雕刻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可以去选择G键 然后去把手部的大概的一个形状呢 给它稍微的去通过移动这样的一个方式 调整出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形状 所以说一般做手的话其实比较难的 然后我们在这儿呢会分开大概两步工作去做 首先呢我们需要把它手掌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给它调整好 OK 大概是这样的形状 然后这儿呢会有它的拇指 然后这边是它其余的四个指头 然后现在手掌稍微有一点宽 有点太厚了是吧 现在差不多 所以说先把这个手掌的这个形状给它做好 之后 好差不多 然后我们就可以 这儿还稍微有一点点这种 往外弧形的 小结构 所以大概 手掌的一个形状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再去回到物体模式 我们当然看到上面一些 网状的一些结构 所以我们可以右键 点击这个 然后给它选择Shade Smooth 平滑阴影 然后它就可以去做一个很平滑的一个处理 然后我们再去加 新的一个UV Sphere 然后去把每一个的手指呢 去给它加上 我们先把它放到一个对应的一个位置上 比如说这儿拇指 然后我们看到这儿会有一个蜷缩起来的 往内抠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我们先暂时不做成那样 我们先给它 做成直的这样的一个指头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 先做两个 因为这四个的话 其实跟这一个是差不多的 所以先放一个之后 然后我们先去挨个调整它指头的 结构 然后这样你会发现 我调整之后呢 它有些变化呢 不是均匀的是吧 是因为我们现在 之前给它拉伸过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需要回到物体模式 然后呢Ctrl A 应用一下它的scale大小 然后再回到这里面 它现在就是一个很 均匀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调刻的B刷 之前会被拉伸 所以说一些面呢 它不是一个很均匀的一个变化 稍微有点长 所以基本这个形呢 是从这过来 然后有点小弧度 你的拇指的话 大概这个样子 OK 然后按第一键 切换到这个 这个拇指 同样我们需要回到物体模式 然后应用一下大小 然后再回来 去调整拇指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看到整个都比较粗 我们想变细一点 那我们可以选了这个 叫Inflate 这个笔刷 然后按着Ctrl 然后它可以把我们的指头呢 稍微变细一点 就不用你去左右的去调整 是吧 然后再按G键 选到我们之前的这个笔刷 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指头 跟人去比的话 可能有点太细了 是吧 我再给它选回来 稍微 所以这时候又不按Ctrl 然后直接去 刷相这个指头的话 它就会比较粗一点 OK 然后随时可以调整手掌的形状 现在手掌 这儿我就可以稍微再出来一点点 随时对比我们的手的大小 一般是跟头部去对比 你可以自己去拿你的手呢 去盖到你的脸 感觉它的一张手呢 一个手掌呢 就可以整个盖住自己脸 这样那个大小 就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大小 OK 然后自然的 然后里面稍微有一点点弯曲 好当我们的手一个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到物地模式 然后直接Shift D 或者说你可以out D 出来 这个给它灌掉 快一键冲突 我可以out D出来 放在这儿 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我们进入到编辑模式 去做的时候 它四个指头是同步的 OK 因为这四个指头大概长差不多 只是大小上稍微有一点点 不太一样对吧 有的稍微长一点 然后有的稍微短一点 但整个的形状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可以out D出来 然后这个无名指的话 可能稍微短一点一点 然后变化最大的就是小母指 小母指的话可能会更短一些 对吧 大概这个样子 然后手掌这个地方衔接不太好 所以我们稍微的控制一下 按住Shift去平滑一下 然后现在手稍微有点太胖乎乎了 所以我们给它 稍微瘦一点点 轻轻的去刷像它就可以了 让这个鱼记的这个地方 可以稍微饱满一点点 然后到这个地方呢 哎 这是你的骨头的一个位置 是吧 OK 啊 然后我们有时候我们去移动它的时候呢 不一定回到物体模式 我们可以把笔刷放的足够大 我们就可以基本上移动 整个的指头是吧 但是如果想单个移动的话 因为我现在 这四个指头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说你动一个呢 其他都会跟着一块动 所以说你像单个移动的话 你还是需要回到 这个物体模式 比如说它稍微的再内扣一点 其实做这个指头的时候有点像那个 啊 我们做的一些人偶 我买的一些那种素膜 让你会发现 跟这个有点类似是吧 我这个项目指的话可能会有点 稍微往里面 扣一点点 然后这个中指稍微出来的更多一点 包括实质 我们现在手的话差不多就给它 大概形状 然后把那个指尖这个部分 应该是从细到粗这样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这个地方稍微给它做细一点点 然后这个地方可能也稍微细一点点 关节处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粗 然后这个地方还可以 然后包括这个拇指也是 关节 关节处的地方稍微粗一点点 然后根部的地方稍微细一点点 然后根部的地方稍微细一点点 尤其这个地方 然后指肚子的地方呢可以稍微 粗一点点 所以我们现在手的大概的结构就有了 它的这个材质呢 给它变成我们胳膊的材质 都选择之后 按住shift最后一个点击 你想要的目标材质 然后Ctrl-L 这有一个叫link material 就可以把材质呢 给它同步过来 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别扭 这根线稍微有点太硬了 所以我们适当的给它 往里面稍微来一点点 OK 其实每个人手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吧 并不是说每个人手长得都差不多 但是大概形状应该都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比如说你的手基本上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弯曲的一个弧线 然后你的所有手指呢 钻拳的时候呢 并不是说转过来 就是你的指头比如转过去都是这个样子 它会往中间去扣 比如说它是食指扣过来这个样子 然后小拇指 它会都朝向一个点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手的话 是需要做成稍微有一点点这样的弧度的 然后这个呢 也不是在一条直线上 它也是需要跟着一个弧度 然后转全了的之后 所有指尖能够扣到一个点上 然后这儿呢 是一块 然后这儿是一块 然后中间这个也是一块 然后这儿面的话 从这儿有一个分界线 这儿朝上 对吧 然后这儿有一个稍微不同一点点的面 然后大概一二三大块 所以掌握这个之后呢 我们手做出来就不至于太肉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 手都给它去选择之后 选择最后一个手掌 然后Ctrl-P 然后选择 然后选择 然后就把它呢 我们叫 Parent 现在就是做了一个负字关系 负字集的关系 然后把这几个手指呢 都跟这个手合并了下来 是吧 那么以后可以去摆动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 就不用去每个手指去调整 会更方便一些 然后衔接这个地方呢 会看到这儿会有一些 那个护腕 是吧 那么下面是把这个护腕给做过来 然后这个手的话 其实我们只做一边的手 它左手 然后右手的话 我们需要去通过建模 给它做出来这样的一个机械臂 是更酷炫的一个赛博工业方的 这样的一个手 是个抑制是吧 所以说我们做手的话 只做一边就OK了 OK 然后下面的话 去给它把这个护腕的部分 给它解决一下 我们有很多种做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最简单做法 我们直接去选择这一块 比如说进入到它的一个透明模式 然后你去圈选 比如说你想要的这个护腕的位置 比如说这块 我是想让它变成我的护腕的 你可以通过Ctrl Shift按住之后 去拣选或者去多选 然后选择这样的一个面之后呢 然后可以Shift D出来 但Shift D出来 你不要去把它放在旁边 你还需要跟它放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Shift D之后呢 按下ESC 然后它现在其实是已经两个面了 如果你去G移动的话 就看到它只重合在一起 这时候我们可以按P键 然后叫separate分离 然后选择分离所选的位置 然后再选这个时候 它就是另外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时候可以按住问号键 然后我们修一下它的边缘 稍微有点不太平 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些点 稍微挪一挪位置 但是呢 其实这个护腕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 很均匀 或者说很整齐的一个东西 这个边上的话 可能会稍微有点参差不齐 但起码盖住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可以让它变得 稍微看上去整齐一点点 回头再去修这个地方 跟手的连接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 稍微现在给它弄一下吧 稍微往里面 放一点 因为这个手腕的话呢 它从上面是偏圆柱体 然后往下的会变成椭圆 这就为了去衔接 这个手的关节的位置 它需要变成椭圆的 因为手是扁的嘛 对吧 我之前的课里面讲过这个问题 同时我们可以调整这个护腕的 因为这个护腕跟着这个手去走的 是吧 跟着手腕去走的 然后现在的颜色它都 一样颜色分不大出来 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做的 就是先把这个护腕 材质给它去换一下 比如说我需要换成跟这个样材质 我们选护腕 然后跟它 然后Ctrl L 然后另一个材质 这时候呢 就是我们护腕的一个材质 我们首先呢 需要给护腕加上一个厚度 我们可以在这个 修改器里面 添加一个叫solidify节点 修改器 然后我们可以去 调整一下里面的厚度这个选项 然后给它加上一个厚度 这时候呢 它就不太至于跟你的手呢 重合那么的明显 对吧 因为它多是一个厚度 这时候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 火花跟手的 我希望把这个手的那个 里面那个衔接的位置 给它稍微盖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不用太过多去修饰这个地方 会比较方便一些 然后这胳膊的这个地儿稍微有点粗 然后这儿的话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 稍微偏细了一点点的这个处理 是因为这个角色我们做的这个风格化的角色 所以说一些地儿的那个形体是可以适当的 可以做夸张的 所以我们这个里边这个胳膊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也给它稍微调整一下 就形成 或者用这个 笔刷呢 直接给它稍微往做细一点点 让我们同样后外也是 整体给它细上一圈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OK一些 然后这儿比较注意一点 就是你户腕 其实外观上看的话 它其实是跟里面的胳膊是包裹的重合的 但是呢 其实你看不到里面的 所以说这个户腕的这个 外形呢 其实就是决定了你胳膊的外形 就小臂的造型 所以说这个户腕还是挺重要的 它跟腰带一样 就腰带在哪 那你腰在哪 虽然你看不到你的腰 户腕给的作用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去 比如说 我们现在会有一些上面那些布纹 我们可以适当的去用这个啊 因为我们现在是给它加了一个sickness 加了一个厚度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雕刻之前呢 我们需要把它做成一个mash 当然虽然它现在是mash 但是你看到什么一些点都不足以让你去雕刻很细的东西 因为它的网格很大 所以说我们需要先把这个给它上面这个也需要一个应用掉 户腕的话也是只有一边 所以说上面这个mirror对称就不用掉了 然后其实这个手这边我们会再去删掉都可以 然后solidify给它应用掉 然后这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湿巾的这样的一个物体 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雕刻模式 然后我们之前讲过的按住shift2 我们可以去给它预设一个分辨率 然后0.14差不多 0.12 然后呢预设完之后再ctrl r 它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网格贼系的这样的一个 呃 形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给它做雕刻了 首先呢 我还需要大笔刷 按住shift 稍微给它刷一下 然后把上面那些网格呢给它吃掉 那不要刷太多 因为你刷太多之后 它就会变得特别薄 就会穿透这个模型 所以刷的时候稍微适当的轻一点的去扫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啊 有很多笔刷你都可以去用啊 去做一些上面这些纹路什么之类的 比如这个笔刷 我经常会用的是这个 叫crease 笔刷 所以说你就可以去我们可以去单独看这个画 然后去给它加上一些这样的纹路 你如果你按住不按任何东西的话 它就会去扣进去里面的一个形状 可以会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说我们按住它呢 它就会突起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是先给它 比如说先扣进去一些一层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画的时候呢 可以在这个stoke里面 它有一个叫做 叫stabilize stroke 然后这个呢 就稳定你的笔刷 然后我们点击开它之后呢 你会发现拖动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条横线 这样呢 你就比较适合去做一个 比较丝滑的一条线 因为你画下来的时候 它会抖动比较多 然后由它去帮助你的话呢 你就比较容易去做这样的一条 比较直的线是吧 当然有时候可能会画不好 但是我们会被修的 这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比如说在这儿 比如说在这儿 然后在这儿 来一个 我觉得画这个时候呢 可以适当地放松一些啊 感觉因为它是布在缠在你的手上嘛 所以说不用太过分的 把每一条线都画得很直很漂亮什么的 我觉得稍微随意点的话会显得更真实一些 但是最好的话就是两边 比如说能连上是吧 比如这条线过来接着哪条线 然后你会觉得会更 更make sense 更make sense 一些 更make sense 一些 我觉得缠的稍微随意点还是很好看的 然后这个在里面的话可能看不到太多 所以说我们不强调去做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主要是做外面能看到的这个 这个部分 现在看着有点像花纹是吧 我到这个手腕的地方 你可以多缠点 然后编细一点点 然后当我们去就是 啊雕刻进去之后 我们可以这时候可以按住 然后就给它做高出来的一层 比如它偏边上的地方 因为就是一些布呢 可能会翘下来一些 看之前的话我觉得还是 我可以先把这个东西先关掉 我可以先可以适当的给它平滑一下 因为有些地方做出来的时候 它不是特别平滑 颗粒度有点太明显 然后我们可以在 比如说还有一些 比如说你不想去 比如说这个地方 你不想去让它明显的这儿被切开 这儿有一个工具呢叫做Fill 填充 所以你就画它的时候 它会帮你把这个缝隙来给你填充进去 然后配合你的这样的一个 平滑笔刷 就可以把这儿呢给你去删掉 或者说你可以再去重新做一个比较细一点点 对你感觉这个布呢是缠在它上面 是吧 你可以配合Ctrl 如果我再多去画 它就会加上这样的一些布折 感觉会缠得更 更真实一些 有点像雕刻这个衣纹的这个部分是吧 所以做一些细节雕刻的时候呢 我这个Cris笔刷呢 我会用的非常非常多 同时相当于就是把你的一些笔触呢 变得很锐利是吧 然后可以适当添加一些 稍微有点参差不齐的一些地方 有些地方缠的比较粗一些啊 有些地方缠的稍微有点细啊 有点薄啊 什么之类的 你都可以通过这个B刷 去给它做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效果出来 这边可以雕刻一个 如果说我们花所有时间可以雕刻一个贼精细的这样子的胳膊出来 那在这呢 我就大概的去把主要外面的部分给它稍微 那个 做的细致一点点是吧 然后里面这个位置呢 我其实没有太过多的去给它做 我觉得可以适当的 有主有刺一些 里面的话 毕竟不会看到那么太多 所以稍微 带过一两笔 示意一下就可以了 尤其到这个 这个两边结束的这个边缘的位置 你适当的需要比较多的一些细节 上面还会看到一些网格是因为你的这个 网格其实还可以再细一些 但是有点太费面 所以说暂时的话 我就以这样的一个清晰度 去给它结束掉 这个 手腕的位置 我觉得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你会看到里面那个 嗯 胳膊的部分露出来是吧 然后选了胳膊 让我们适当的去给它 把露出来的地方的往里面推一推 就可以了 甚至说有的时候你可以把这胳膊给它删掉 都可以 因为 外面会盖住嘛 所以说你看不到太多里面的这个位置 OK 这什么手跟手腕的部分呢 大概就 很快速的这样给它 结束掉了 当然手的地方你可以再精细的给它雕刻一下 同样使用这个crease比刷 我们可以给它做上一些比如说 纸头上的一些耳门 但是现在那个面数不过太多 所以我们适当地就给它面数呢 稍微给它精细一点点 0.1左右 因为手很小嘛 看不到太多 所以0.1左右吧 然后Ctrl R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些 这个制度上的横纹 那么加横纹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现在不论画什么东西 它都很锐利 是因为这个stroke的follow off这个地方 选择是一个sharp尖锐 所以说做一些手上的一个纹路 我觉得用smouth就可以了 诶 这样就不用不至于太尖锐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适当地去给它 手上加上一些 这样的一些纹路 然后这是你的指甲的位置 我们可能这个不需要做很细啊 所以指甲这个地方就不用挨个的给它 都抠出来 如果说你想做的话呢 也可以去 也着实可以给它做得很细 在这儿呢 我大概试译一下 你可以把你的指甲 稍微太近了 指甲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就看到有一点点 凹槽 然后我这儿就是可以了 我这儿就是可以了 这儿就是可以了 或者是可以了 有点 有点 可以了 所以就是可以了 这儿就是可以了 这儿就是可以了 远看,看上去有指甲 有点小结构就可以 关节位置的 稍微来一点点横稳,示意一下 然后你的笔刷有时候它的力度有点太大 所以你可以按着Shift-C sorry,不是Shift-C,Shift-F 这时候你可以控制你的笔刷的力度 这样做起来它会比较柔和一些 这时候肚子稍微扁一点点 OK 在这个视角上看,其实还可以了 这有点太多了 然后每个指头稍微给它再 按照钢钱的方法去刁客一下 首先它面是够 所以我们需要去给它细化0.1左右 然后Ctrl-R 然后再去 加上一些纹路 加上一些纹路 那个小的指头的纹路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说不需要太明显 毕竟我们做的一个角色呢 不是一个贼写式的一个角色 所以说我们现在 用一些很概括的手法 就给它做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指的 大概就OK了 因为我们需要后期可能会 考虑到给它掰一掰手指的一些位置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给它合并 OK 因为理想情况下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手指 然后跟手掌去合并下来 然后呢 把这些阶缝呢 去给它去平滑掉 但是呢 我们后期的话 可能你如果做了合并之后 你再去给它做一些 比如说 手指的一些动作呀 就不是那么太方便了 所以说 等到摆好位置之后 再去合 再去那个 合并手指 我觉得到时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 比较方便一些 现在的话有点太早 但是如果说我们 纯做一个角色的话 我们不考虑给它摆动态的话 这时候可以完全考虑 给它做 合并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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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缝有点太明显 对 这样我觉得还可以 OK 那么现在先把手呢 去留在这个位置 然后回头 如果说动态摆好之后 我们再考虑给它做合并 然后再做进一步的细化 现在的话我觉得暂时是OK的 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手掌可以再 转一下吧 这样 先这样放着 好 我们这一刻先把手的位置给它解决掉 然后下一刻我们去给它做 腿部的 大腿跟胯的这些 一些部分 好 这一刻先倒着